欢迎世界看中国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欧洲卫视 环宇天下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法国阿尔卑斯省一名两岁半男童埃米尔 自从7月8号失踪以来 尽管有800名宪兵消防员和志愿者全力搜救 但他仍然下落不明 在他失踪48小时后 志愿人员将停止组织搜寻 转而进行更加有针对性的搜索 而志愿者将不再参与其中 这是一次战略上的重大变革 从现在开始 除了执法人员和消防员外 不再允许任何志愿者在阿尔卑斯省的小村庄 参与寻找埃米尔的行动 这位两岁男童自从7月8号失踪以来 一直下落不明 阿尔卑斯省省长马克·夏普伊斯 解释了这种新的搜救方法 停止集中搜救 转而部署专门的人力和技术 追踪埃米尔的踪迹和线索 他表示 这种搜救方法更加有针对性和选择性 因此 从今天开始 只有当地居民才能够进入搜救现场 对于外来志愿者而言 该地区的搜救场所将关闭 因为此前 数百名志愿者 在崎岖且茂密的地形中 搜索埃米尔的踪迹 给调查人员和警犬队伍增添了困难 法国国家宪兵部队发言人 纳西马捷布里 在接受采访时解释到 依靠宪兵和消防员的专业知识 搜救人员将逐区域的进行集中搜索 工作难度仍然比较大 因为搜索对象是一个两岁半的小男孩 他没有成人的逻辑思维能力 在调查方面 侦查工作仍然在进行中 重点是基于目击证词 并将利用通信记录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周一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 在欧美和北美不断加息的背景下 7月份投资者对欧元区经济的信心 下滑幅度超过预期 欧元区投资者信心指数 从6月份的-17点 降至7月份的-22.5点 最新的这组读数 为2011年11月以来的最低 当时欧洲的能源安全受到质疑 尤其是被认为是欧洲经济风向标的德国 其形势急剧恶化 德国7月份的综合指数 较上月下降7.3点至-28.4 为2022年10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看不到任何改善 调查指出 货币联盟继续处于衰退模式 地区经济前景依然暗淡 乌克兰赫尔松州的卡霍夫卡水电站大坝被毁 农民们的耕地被毁 自6月初的袭击以来 农民们仍然不知所措 发电厂在6月6号遭受了 集中于发电厂上部的持续炮击后受损 俄罗斯和乌克兰相互指责对方应该为这一行为负责 爆炸发生后 数以百计的房屋被淹 据报道 有数十人丧生 更多的人受伤 渔业和农业活动受到严重破坏 一个受灾严重的村庄的村民说 如果不是爆炸震毁了大坝 它们现在已经开始收割向日葵 大麦和小麦了 爆炸还导致灌溉系统瘫 居民无法获得饮用水 基辅经济学院6月30号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 此次事件及其后果给乌克兰经济造成了约20亿美元的直接损失 允许乌克兰谷物出口到全球市场的黑海谷物倡议 将于7月17号到期 该协议的续签问题 目前已经成为当地农业从业者最关心的问题 一些农民表示 他们不知道如何挽回经济损失 只希望俄罗斯同意延长粮食协议 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当地时间2023年7月10日 印度加尔巴普尔 印度国家灾害反应部队人员 在暴雨后从纳尔莫达河中营救渔民 夏季季风给南亚带来了年降雨量的70%到80% 也带来了洪水和山体滑坡造成的死亡和破坏 因季风导致的持续降雨 已经造成印度北部至少22人死亡 2023年7月10日 法国巴黎 在一家铸造厂 工人正在为一尊由让巴利斯特创作的阿波罗战车喷泉雕塑镀 描绘了太阳神路易十四驾驶着他的四马战车 象征着日出的升起 这个为期18个月的项目将涉及广泛的技术 并将使凡尔赛城堡这个喷泉重生 当地时间2023年7月9日 瑞典掩雪平市 瑞典杯期间当地热气球飘荡 天空缤纷多彩 当地时间2023年7月10日 韩国仁川 仁川国际机场的工作人员 演示通过人脸识别系统确认身份通过安检 Smart Pass系列计划于本月底进行推广 即使游客能够轻松办理离境手续 以上就是本期环宇天下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还可以登陆欧洲卫视网站 以及关注欧洲卫视的YouTube频道和Facebook主页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